审理也好或者说他们要独自单费也好 这样的不利传言是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昨晚在香港的宏馆 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们见证了F4四个人 重新携手共剧的那一刻 相信一会有很多激动的女歌迷要泪如雨下了吧 对 其实我就很激动 所以说一起去看一下赶紧的 音乐传门一直在说 这将是F4的最后一次四人联合演唱会 所以今天才会吸引到来自海内外50多家的媒体 以及几乎是爆满的歌迷 当F4在猛龙和火焰一起从天而降时 如此生猛的出场着实让苦后了四年的歌迷们眼前一亮 而F4的演出也是卖力十足 全情奉献 台上台下都是不遗余力 娱乐圈的风风雨雨 似乎已经把这四位男孩打造成了真正的男人 连一向被认为最奶油的仔仔 也得到了搭档的肯定 仔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真的觉得他是小男生 可是他这次表演我觉得是男人 对 因为我胸肌比较大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啊 每一次的公开的一个亮相跟一个工作都算是一个感动 然后这次演唱会又集结了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们 然后演唱会大家又这么卖力 然后又每个人都突破自己的 你知道原本的心理的障碍 然后更上一层楼的表现一下自己 我觉得超级兴奋跟开心 得分 叮咚叮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又看到我们四个在台上 发光发热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如此完美的气氛怎么能不让演唱会成功 酣畅淋漓的三小时让台上台下都过足了瘾 也难怪最后一次了嘛 于是当各路长枪短炮全部瞄准了帅哥们 就等一个悲伤却有完美的句号的时候 却是等来了意料之外的情景 帅哥们居然开启了宰宰演唱会上的亲嘴戏 这么亲密的关系似乎和之前所说的实在大相径庭 这下小敬们憋不住了 你不说我还不能问吗 可换来的竟然是轻描淡写的几句 应该不会吧 绝对不会了 因为你说这个东西讲多少年了 从没说完就讲到现在 我们还是在这里啊 看来散伙的消息实在是子虚乌有的大噱头 不过谁叫人家红呢 四年不碰头的F4一碰头的嚷嚷散伙 为的还不是歌迷们的腰包吗 娱乐在线香港报道 看完这条新闻真的是让我特别的